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花湖景区 晚上乱走的 还有走的挺好 惠州是一个有山的城市 所以很美 郁郁冲冲的 早晨就简单吃点 我愿意大抽大半的 一会儿吃完早餐就准备在惠城区转一转 我在霞崇小镇碰着两个西安人 他们在那里买了房 用来过冬用的 冬天就来到这儿 然后五一左右呢 就回到西安 我问他 我说冷不冷啊 他说 会冷的 就是有一个月吧 但是也不太冷 多穿点就行了 但是我忘了问他夏天怎么样了 所以说呀 就是如果喜欢这里要买房的话 一定要体验一下他的夏天能不能受得了 冬天呢 我其实在广东也算是过了冬天了 也就是会冷一些 但是也不是太冷 冬天来下面 下边是河南的 我们是河南的 一边是河南的 冬天来下面是河南的 我们是河南的 我们是河南的 今天呢 这里都三十多冬啊 很热 哎呀 我一除去就一身汗呢 全国制驾游走了一圈啊 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皇帝啊 选都选在北京啊 其实北京的气候还是最好的 不潮 冬天也不是特别的冷啊 有取暖 夏天又不是特别的热 其余冬天暖和的地方 夏天就热 夏天凉快的地方 冬天就冷 云南虽然世纪如春 夏天也不太热 但是它冬天没有取暖 这就受不了 所以啊 要想夏天不热 冬天不冷啊 唯一的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来回跑 冬天到暖和的地方去 夏天到两个地方去 现在往广州走了 因为明天还有课 必须得赶回去 我就要到了 明天见